Hi there, this is 152 to Canada 不知道大家在过去的Black Friday 买了多少减价货呢? 今集就讲讲我在加拿大这边 收过和送过什么圣诞礼物 分享一下今年大出血买了些什么 还有如果想买礼物有什么推荐 过来多伦多的时候 我带了一对穿开的平底鞋 准备在这里春夏秋天上班的时候穿 今年夏天季尾的时候 然后上班追Street Car 其中有一对的鞋底脱了一半 用Super glue黏完之后 都叫做顶到一个月 到秋天 但最后那次 幸好走到回家楼下 对鞋才完全够不回 于是我就一直在秋天到到现在 不停地密饰平底鞋 本身在十一月中 看对了Soft More对很舒服的平底鞋 但谁知道网购完之后 我回来顶止 而她又没有半马 所以最后都退了 最近我和Tuzan走开OLED 被我在DSW看到有三对 阿姆马的平底鞋 在减格货区 就二话不说地拿了她们来试 每双都确有好处坏处 但由夏天的季尾 找便宜点的平底鞋 找到现在 已经不想再找了 于是就买了这一对 好像减格货 但其实减格完都有一些小贵的平底鞋 穿下都挺舒服 而且不会不停脱缠 而男装的三副鞋 正常都是比女装贵的 所以Tuzan也看了一段 都是在DSW网购了一对雪橇 回来 在家试穿的时候 感觉都不错 就这样看上去和摸上去 对鞋都挺厚实 感觉是保暖的 到过多一排冬天整地雪的时候 她穿完之后 我会在留言跟大家说 这一对雪橇行不行 有多防线 说完鞋 就当然说说我最爱的YuGi 我都看了一排 YuGi终于有牛仔裤减价 去到岁前19.99 但注意 第二因为不过20元夹子 所以如果要改副鞋 就要另外加多5元 刚巧 又被我见到T恤有减价 于是我就为衣柜增添了 褲和衣服各一件 在Outlet的这几部电视机 都帮到不少等另一半血拼的男士解门 你看有多少男士 其实在这就知道世界杯有多吸引 说完衣、褲、鞋 就等我说一下我们的家居用品 早前我们就买了个冰柜 T恤先生在Black Friday那一阵 又看对了Walmart一个减价的压力煲 说想让我煲一下煲久一点的老火汤 OK 收到了 即是明示我要煲多些汤 可惜的是我们开箱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没看清楚 那个压力煲也是撞粒过的 以后都不会再在Walmart网购了 两次送东西两次都撞粒 同一时间T恤先生还买了个电动牙差给自己 so far他觉得都挺好用 但我自己觉得普通牙差就OK了 所以都没加单 至于个人用品方面 我们就在Body Shop趁Bat Friday那一阵 买了这一只同事说挺好用的洗头水 用了一两个礼拜 都觉得这一只洗头水挺香和挺舒服 另外由于看到Body Shop这一支护发素 做特价5元支 都给个借口自己试一下新东西 片段拍摄这一盒 个人就认为未到今年最便宜 因为去年临近圣诞12月底 我们都用5元买到 由于不知道今年会不会还做5元的这个价钱 所以都仍在观望着 而手霜上年年底12月中 都用了8元买到这一支手霜 个人觉得不离之余还很快吸收 挺好用 所以今年趁Bat Friday都买了一支 除了买东西给自己之外 当然要买东西送给帮个手的好同事 我就觉得这一片圣诞送礼 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去表好同事一年来的照顾 上年圣诞我都见到有同事送 以及收到巧克力礼盒 今年都不例外 我有个好同事是巧克力的爱好者 所以我今年都买了2-3-4盒 去想送给同事 如果送礼的对象不太熟 但又想送东西以表心意 不知道对方有没有食物敏感 又或者是公司搞Christmas Party 而你又想不到送些什么的话 加拿大这里都很流行送祝福卡 挺实际 建议送一些大老少少 例如Starbucks 又或者Gorsery Gift Card 男女老少都一定是合用的 现在部分公司的员工都在家工作 同事之间都未必可以面对面见到 上年圣诞我都试过收到同事送的e-gift卡 送的和收的都觉得挺方便 因為有時過了一陣子 你就會忘記放了一張GIFT卡在哪裏 找一個E-mail 你就可以用得到那張E-GIFT卡 如果你跟其他人很熟 都可以試下送一些Handmade的東西 我驚你每年聖誕都會送每個人 一樣Handmade的東西 叫小薯去他的房間選喜歡 今年我就收到一個Handmade的小銀包 而阿條先生今年聖誕 公司就搞了一個Christmas Party 盲秋交換禮物 因為有今天限制 於是我們就買了一個 麥加Starbucks的GIFT卡 這些大陸男女都適合的 作為聖誕禮物 而我們都收到一個speaker 再加智能會變色的燈泡 作為交換了聖誕禮物 如果男士想買聖誕禮物給另一半 其實都不愛乎手袋 頸鏈 手錶 手錶 手飾 銀包 這些 在多倫多 你會常見到一些女士 用MK K K-SPATE 和Coach的手袋 而常見的背包仔 就有Fossil 和Matte 和Net 套力減價的時候 就是最好的入手時機 我去年因為上班沒多久 這隻手錶就壞了 於是 這條先生想都不需要想 直接就在Fossil買了這隻錶給我做聖誕禮物 我個人都頗喜歡Fossil Coach 和Matte and Net這幾個牌子 所以都有趁他們減價到我覺得最划算的時候 入手買了些禮物給自己和條先生 不是鼓吹大家亂買東西 而是買一些有需要的東西 由於我沒有帶一些上班得體的袋 又或者斜背袋過來 所以在這一年幾來 每一樣我都各買了一個 以後都不會買袋 離聖消費 講完聖誕節 我們趁Bird Friday前後 都分別轉了我們的電話台 條先生一直都在密室 一些便宜的手機計劃 而有些電訊商最近都是紅海大鬥法 於是條先生就由之前的Phone Box 睡前35元 一個月 10GB 轉到Virgin 睡前30元 一個月 20GB 再加上用朋友的50元 無論是朋友還是兔先生 頭那10個月都可以每人各自再減多5元 都真的挺划算 而我自己一直用開Freedom的預繳計劃 用的是睡前99元半年 每個月有2GB的計劃 對於我這些不需要怎樣開車 上班下班搭Subway 回到公司用公司Wi-Fi 回到家又用家居Wi-Fi的獨家村來講 其實這個計劃都挺不錯的 部分的失為路段都會收到訊號 是出去了Freedom覆蓋不到的範圍 即是Toronto以外的地方 例如那次去Blue Mountain 那樣 Freedom就沒什麼用了 在這些時候 我就會黏著圖先生共享他用不完的數據 而Freedom最近做一個更划算的預繳計劃 就是稅前99元一年50GB 我試過打上台問 亦都試過用Message去問他 他們覆蓋的東西都有少少不同 我主要就是問可不可以同台轉計劃 第二就是如果想轉新計劃的話 舊那個預繳的計劃 未用那幾個月 那些錢又或者數據 是不是可以帶進去新計劃呢 電話一個客服職員就說是可以轉的 但是你會拿不回舊那個計劃的錢和資料 而Message福那位就說 有機會會拿得回 由於這個這麼好的預繳計劃 只是寫了Limited time 我又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完 不想搏 怕到時等太久沒有這個計劃 所以我就打定輸數 以為會沒有了三個月舊那個計劃的服務 即是大概是沒有了300元的港幣情況下 課金用了一個新計劃 最後付完錢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它是延伸了我新約第一個月 去到我舊約那個billing period end 以及亦都帶多了我用了幾百MAP去新計劃 這樣計劃其實我只是虧了舊約兩個月的服務費和幾百MAP 對我這些不多用數據 只是想吊著電話號碼的用家來說 除開稅後每一個月大概是給10元加指 有4G用 其實都不錯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還有沒有這個優惠 補充多一點點 如果你是兩個人來加拿大的話 其實都可以好像我們這樣分開不同台去使用 這樣就可以避免好像今年發生那個ROGER的事件 還有我們家居的WIFI plan 都是另一個服務公司來的 這樣就可以避免了電信箱之間 假設真的有什麼問題 我們都可以互補一下 離開這條影片之前 請大家訂閱852toCanada這個頻道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